7月7日在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毕业典礼上 刘强东称在国内自己将第一次用全英文来演讲 自嘲只有妻子才能听懂 暗暄绰绰地撒狗粮 会上在讲到束缚品项目时 刘强东用了自己发明的英语词组 Flying Pigeon, Running Chicken, Swimming Duck 称还要以本人命名的村长留缚品品牌 来带动全场活跃气氛 网友们纷纷表示 看似自嘲 其实秀了一波恩爱 莫名觉得很可爱呀 刘强东太接地气了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